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来自两位中国骑手之间的内战 直黑的韩依州八段迎战孙腾与七段 这盘棋是来自两位可以说是中生代骑手之间的较量 而全局进行到中盘阶段的时候 一时之间我们也很难看清楚到底是谁攻谁 到底是谁有屠龙的迹象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盘棋的一个目前所处于的情况 此时的形势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五颗黑紫看起来比较危险 中间有些眼花缭乱 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整体白方大龙也处于一个不活的惨事 所以此时第87首当韩依州黑棋兼冲下来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这条大龙 有朝一日可能会被白棋杀掉 孙腾宇其实他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去杀 所以他还在唯控呢 此时如果黑棋想要做活那太简单了 我就往回一贴 你一搬我就简单长 做活嘛 就做我最擅长了 随便来几下 一搬 送白棋唯控 自己顺势做活 这很清楚 像这我活完之后呢 我自己还能围住很多空 想要做活一块棋 那实在是太容易的事了 当然了 像这样的话 白棋就围住这么大空 这番棋黑棋估计也就不行了 那这个形式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说对于此时黑棋来说 自然也不会简单的 让白棋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 所以韩依州当兼冲下来的时候 他的目的不是做活啊 观众朋友们 他的目的是破坏你的潜力 这是黑方的形机意图 那么作为孙中宇来说呢 左边的空可能也围不住了 而此时迫在眉睫的 其实恰恰不是左边的空 而是整条大龙 这各种薄位 现在都客观存在啊 怎么办呢 那先来加强自己 比较稳妥吧 加强这里 如果黑棋要去做活下面 我再去把黑棋冲断 这块棋我在弓着弓着割掉你一些残兵 败将 这些都被我含在嘴里啊 我在这边能够换取这个左边所损失的实地 这样的话 这盘棋的形势呢 依然是在白棋掌控当中 还可以慢慢下嘛 孙中宇同学在中间天原一飞 他的本意其实是想加强自己的 并没有说我现在就要去展开杀戮 但是寒一周不干啊 因为这番棋的黑棋的形势 没有好到一个我分头做活就可以赢下来的程度 所以说寒一周必然也会在中间加强自身 当白棋退到这里的时候 下一步棋可以说是本局的一个分水岭了 下一步棋黑棋可以做活这边 但是这边贴起来 贴回来跟刚才一样的意思 太大了 黑棋可能还得单关往外连 然后这边冲啊冲啊 还能割掉一点木树 这块棋呢 因为这边什么各种尖刺啊 靠段啊等等的 这块棋白棋也比较厚 这边联络也比较厚 接下来的故事呢 就是比如黑棋拐 白棋监狱 就开始漫长的一个搜刮的过程了 黑方的确不容易影响本局 所以此时怎么办 对于寒一周来说 就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分水岭 他的这一个举动 就直接会决定这一盘棋的走向 稳健的就会收官 激烈的 那么就会是一场杀局了 当然 他选择的就是激烈的 所以黑棋把这个贴回来了 这部棋价值非常大 因为贴回来这里之后呢 黑棋整体全部变厚 变厚之后的效果就是 白棋出外棋都变薄了 白棋甚至这块棋都在变薄 这块棋也在变薄 这一招棋不但联络了自身 还关系到黑白方 几乎所有大龙的后保 他的价值是隐形的 隐形而巨大的 但是当他下到棋盘上的时候 也就给孙成宇同学 留下了唯一的一条路可以选择 那就是对左上白方的 黑方的大龙展开攻击 当第96手靠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这部棋的目的就是要 对黑方大龙展开强攻 我不一定非要吃掉你 但是我势必要通过攻击 获得很大的利益 这就是通过这部棋 我们能够感觉到的 因为此时白棋如果想 唯控的话很简单 你这个唯控谁都阻挡不了你 但这样的话黑棋 周二棋也就很容易就连回家了 连回家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白棋整体都不活了 所以说白棋没有办法去唯控 因为黑棋这部棋 隐形的价值实在是太大了 他把所有的棋子 黑棋的棋子都连上 切断了白方所有的棋子 这就是他的价值 他对后保的影响特别特别大 所以这也使得白棋 必须在这边去强攻黑棋 以攻为守 强攻黑棋的同时 甚至也是在加强自己 那么接下来 一场关于黑方大龙眼形的战争 就开始了 黑棋小拆衣 白棋小肩 破坏黑棋的眼位 此时黑棋寒一周 显然也没有觉得 这块棋就必然会死 这还往里靠呢 这还在继续的 可以说是冲击白方的薄位 那白棋粘住 黑棋长 白棋紧紧的贴住 不给黑棋一丝的可乘之计 然后黑棋靠在这里 进行腾挪的棋形 这几步棋走完之后 这个地方各种尖顶 你只有拐回来 我一虎等等 眼形还是很丰富的 甚至我可以冲 冲完再断 你也只有往回吃 我一打吃 这个地方眼形还是非常丰富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黑棋如果想做活的话 简单的这样下提掉 我再一袜粘 你补断 我再一粘上 车尔奇想活的话 还是非常简单的 这三个子被提掉 然后再粘上 这其实活棋 没问题 当然这也不是黑棋的本意 韩一周同学哪想的 活棋 你这自己还很薄呢 对不对 我甚至还要去反攻倒算 所以说他才靠在这里 挺狠的 白棋只能上班 黑棋的往下立 黑棋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作火 黑棋的目的是带着木的作火 破坏你的同时 我自然达到活棋的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第108首 白棋挡下来的时候 黑棋要继续在这里搬虎的原因了 因为黑棋的行其目的始终是两个字 破坏破坏你的时空 破坏你的潜力 这是黑房的目的 但是下到这里的时候 那白棋也没办法 因为白棋已经没有退路了 因为这盘棋 如果左边白棋没有空的话 那白棋还能怎么跟黑棋比空 连最重要的厚薄都被黑棋占据了 黑棋右下的空 左下的空 右上的空 远远大于白棋 所以这两步棋最终也彻底将对方逼上梁山 当第112首白棋变在这里的时候 这场途中大战终于开始了 黑房此时当然只能沾 然后此时如果白棋打迟这个打结 各种打结 黑棋结材太多了 各种冲啊 点啊 断啊 之类的 这种地方 立下 斑啊 等等结材确实太多 所以白棋打结是不可能的 但白棋如果简单的补的话 黑棋拐一个到这里 这个就真的作活在底下了 而且将来甚至还有坚固的 继续破坏你实控的一种 同时作活的一种方法 白棋已经忍无可忍 自然就无需再忍 实战第114首 下出了杀招 当这部棋冲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这段鞋的眼位就彻底不够了 从后来看 此时黑棋或许应该断 还有一线的生路 那么实战 韩一周选择虎在这边 看起来也是能够冲破白棋的包围 但是 此时白棋的全部子力都用上了 这一挖 黑棋只有拐 白棋在跳到这里的时候 好 由于黑棋过分的破坏 黑方大龙终于是不存在眼位了 眼位终于看不见了 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这场屠龙大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 黑棋如何反杀白棋的过程 因为黑棋这块棋 想要去做活 已经不可能了 这个底线已经一只眼没有了 这边能做出一只眼就不错了 那么黑棋唯一的指望 就是反杀白棋 这是韩一周一直心心念念的 念念不忘的一块棋 黑棋之所以能够敢这么拼命 就是因为他觉得 白棋自己还不活呢 你还有空杀我 但是韩一周同学的黑棋 低估了白棋这块棋的弹性 像是这样的时候 第131首的黑棋 直接点入白棋的眼形中 进行杀龙 进行反杀 然后再一并 破坏白棋下边的眼位 进行反杀 如果双方形成杀器的话 那么的确这个杀器的结果 白棋是不太可能杀得过黑棋 因为黑棋气势它是太长了 白棋如果此时无法作活自己的话 那么自己就会被杀掉 而白棋黑棋大龙 就可以逃出生天 但问题是 白棋这块棋的弹性 这是黑棋所低估的 实战白棋一靠 在一小间 利用黑棋的薄围 对黑棋的包围圈 展开冲击 黑棋只有挡住 此时白棋中间有一只眼 这边不能够 这边如果再做出下一只眼 就作活了 但是白棋此时如果去 强烈的 这个执意的作活的话呢 可能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走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可能会挖持进来 再提这个力 当然这个黑棋可能还是非常勉强 因为这边有一冲 但是我就挡住你 然后我就跟你打这个截 如果你一旦打不赢这个截 你就打不下去 因为你打下去的话 我就粘上 你吃的话我就吃这里 这边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断点 因为黑棋这边的截材特别特别多 甚至于下面 我跟你点一个转换 吃你这块棋都有可能是截材 所以打劫呢 确实有不解明的地方 可是白棋如果不从这里作演 白棋又能怎么办呢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孙腾宇同学 敏锐地找到了黑棋外围封锁的破绽 实战白棋居然断在了这边 黑棋吃白棋就远住 黑棋死了只能联络这颗棋子 否则这一打就连回来了 这只有连 然后白棋点在中间 黑棋认为封锁白棋的这个包围网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黑棋在这边才会显得如此拖大 他就是为了得到这边的先手 然后实现反杀白棋的目的 但最终却事与愿违 当白棋点到这里的时候 由于这三颗棋子 或这三颗棋子 必然有一边会被吃掉 因此当点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已经不行了 如果此时黑棋沾上 白棋就一小尖 这三颗棋子被割掉 白棋大龙做活 黑棋大龙就被白棋吃掉了 如果此时现在这边 同样的如此 白棋一冲 黑棋这三颗棋子被吃也不行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当白棋点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反杀白棋大龙的计划 宣布失败 黑棋冲这个是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抵抗 所以如果白棋冲的话 黑棋可以打持 黑棋可以断持 这样的话白棋不行 可问题是白棋可以放 可以放杀 全杀 最后的结果 就是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黑棋跑 粘住 一冲 最后的结果就是黑棋死了两块 这块大龙 被白棋冲 冲 粘住 封锁 所吃掉 这块小龙 在追杀白棋的大龙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破绽 又被白棋吃掉 所以最终的结果 孙荣宇杀掉白棋 杀掉黑棋 一大一脚两条龙 从而酣畅淋漓地 取得了本局的胜利 这就是这盘棋 屠龙的过程 今天的第二盘对局 是来自 依然是 2020年中国威胁甲鸡联赛 第三轮的一盘对局 直黑的夏成坤 对阵 世纪军米玉亭 此时的局面 好像跟杀龙 还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此时 好像才刚刚布局结束的样子 黑方在左边拥有很多实地 白方在下边拥有很多价值 上面有一块 而局面的焦点 自然是右上的战斗 上一部棋 黑棋 视如力拔千军的拐出 这条棋 拐在棋盘上之后 白棋 左右两边被分割 如果处理不好 他们都有可能成为黑棋的攻击目标 而黑棋 这块棋自然也没有处理得很稳妥 那么此时 白棋先下手为强 敏玉亭将如何对这块棋的黑棋 展开攻击呢 那么就是下一部棋 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棋型的要点 在这中间连斑 这部棋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一手 因为此时如果白棋冲出来的话 看起来也是成立的 如果你断的话 就是假设黑棋还是像实战一样 打吃 再打吃 之后呢 会成为一个争子的变化 但这个争子是白棋有力 黑棋的确是不行的 看起来这个冲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白棋要搬呢 这个地方就确实很有技术含量 因为如果白棋冲这个的话 黑棋会单顶 或者说顶这个 很有可能会顶这个 顶这个之后 这个袜吃 防不住我吧 防不住我的话 你中间就要这个出手了 而且这个时候 好像还可以先打吃 这个再单顶 注意各位观众朋友注意 这种地方黑棋可以先不吃 因为这个吃是绝对的先手 黑棋这种地方 都非常有技术含量的 单吃一个 单顶一个 白棋就很难受 因为如果白棋断吃的话 肯定是最狠的一部棋 但是对不起 你这部棋撞气了 撞气随之而来的结果 就被我唱死了 这个三个字已经死掉了 很妙很妙的一个地方 这个棋型的感觉 大家可以品一下 如果白棋先冲的话 黑棋可以先吃这边 这是一个次序 它的目的是给白棋这边 留下一个断点 但是我断而不断 单顶这边 我不损这一下 你就很难办 因为你这边 你再粘住 再拐的时候 其实你只是破坏了 我两颗棋子而已 而我从这边吃过来之后 白棋的大本营 被黑棋破坏了 这不是你冲出这样子 能比的 这样的话 白棋大本营被破坏 显然是一个 白棋得不偿失的结果 因此这一招棋 看起来把黑棋冲垮了 实际上却是莽撞的一手 这也是为什么 敏玉婷此时要在这 连班的原因 此时如果黑棋断吃的话 注意啊 白棋甚至很有可能是单长的 而不是体调的 这是刑棋的味道 因为这两个子的生死 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对黑棋整块的掌控 一旦白棋能够占据主动权 得到先手在长到右边的话 那么白棋全盘就将占据主动 右边这个长 是价值非常大的一手 对于此时 夏战坤来说 他也必须要争中间的头 所以实际上黑棋的选择 就是在这里打吃 然后呢 断吃 断吃之后注意 不是提掉 提掉的话白棋长到中间 这个棋型 黑棋往外拱 是很难拱出来的 这样的话 黑棋会非常的被动 而黑棋的选择是外边连半 双方为了争夺 中间这个头可以说是大打出手 最后的结果是白棋长完之后 先把这边打回来 黑棋得到中间的头 然后呢 白棋再顺势飞出来 这个时候 黑棋如愿以偿 得到右边的打吃 但是因此 中间这块棋的黑方 也就变得非常的重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黑棋连一只眼位 都还找不出来呢 那自然就要向中府去出头了 夏成这样看起来 黑棋的头在前面 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白棋粘 黑棋在粘住 但是 夏成跟同学忘了 他对面坐着的 是以栗战著称的 世界军军秘语艇 接下来白棋的选择 可以说 不给黑棋一丝喘息之机 咄咄逼人的直到终局 接下来白棋的选择 如果说换一个棋手的话 可能会相当是含蓄一点 比如说自己先出头 或者怎么样 争取能够扩张下边等等 会有很多很多的下法 但是敏玉婷的风格 非常紧凑 从下一步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黑白棋这个地上棋 一招大俗手直接冲上来 这黑棋在这挡 而白棋随之而来的 就是极具压迫性的点刺 对于黑棋来说 自己粘住成单关 粘住成一个刀霸舞的凝形 那是非常难看的 这是不情愿的 白棋再跳出之后 这块棋的黑棋的压力 就会特别特别大 因为如果黑棋 如果白棋先跳出再冲的话 黑棋有可能会转身 这个子有可能我就气给你了 因为你跳在这里的时候 我可以挡在右边 这是不价值巨大的一手 你再冲我就转身离开了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所以敏玉婷不惜下出俗手 也要先冲 我的目的是把你点中 然后对你展开整体的攻击 所以此时夏成功也不肯单瞻 他必然也要把白棋给冲中 白棋在很强烈的退 强行退回再挡住 断的话我就打吃 再沾上 白棋的目的是什么 白棋是不惜让自己走出一个大鱼形 走出一块 一二三四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白棋自身不惜走出一块棋 也要把黑棋的后路先切断 然后再回到中间大跳出头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白棋的目的此时并不是说 必须要把黑棋大龙吃掉 其实这是很难的 因为黑棋想要活的话 跳也好 靠也好 飞也好 这边的空间还是足够大的 当空间足够大的时候 一块棋的生死 其实是不太需要担心的 那么白棋的目的就是 当你去做活的一瞬间 甚至我这四个棋都有可能可以不要 我的目的是抢到右边这条大棋 这条棋太大了 这条棋走完之后 白棋自身建立根据地 然后给黑棋留下一个冲断的问题 这部棋等于说 事关整个右边一带的实地和占据 因为黑棋只要挡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挡在这里的时候 这五颗棋子其实已经死了 这一边就没有战斗了 因为这已经全部都是黑棋的目数了 这条棋的价值 据我估算大约有后手四十目棋以上 大家可以点点从这边二线 点到这里是十目 再点十目 二十目 再二一二二 再加这个字 已经三十二了 就光黑棋的实空就已经三十二目棋了 然后白棋再飞 飞到这里的时候 光右边白棋的自己围的空 都已经快七八目棋 这已经快四十目棋了 这还没算冲断 所以这部棋的价值 保守估计四十目棋以上 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也是为什么米玉廷要中间冲完点 不惜把自己走中 也要先将黑棋后路断开的原因 这是他的情绪目的 所以白棋去点杀黑棋 最后走了一个俄罗斯方块出来 这是有目的的 因为他是要抢右边 所以此时对于黑棋的夏成功来说 也要面临这个问题怎么办 他的选择就是强行靠退 这个靠退的目的是瞄着白棋的断点 白棋不得不唬 在白棋不断的一瞬间 这两招棋子就起到了加强自身的作用 然后黑棋的目的是得到这部党的大棋 得到这部党之后 这边先拿住四十目 然后开始以中间的大龙 作为胜负的赌注 一场屠龙大战 从这部棋开始就展开了 白棋非点点在黑棋的腰眼上 白棋就必然往外拱 然后在各种腾挪 这个是可以预见到的各种腾挪的机型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 白棋在途中之前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 首先第一点把黑棋的后路切断 第二点点在黑棋的腰眼上 这块黑棋的大龙现在来说 好像还没有看到眼位 好像甚至连后手眼都需要自己去做 然后其他地方就很难有眼位的空间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白棋自己的大龙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黑棋的这条大龙基本上就会被吃掉的样子 基本上是要一命呜呼的状态 这就是黑棋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当然对于黑棋来说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部棋必须要抢 兵家必争之地 这部棋不抢的话 这部棋大龙就算活了也输了 所以说黑棋也不得不抢 而一场屠龙大战 就非常有必然性的展开了 接下来黑棋爬 白棋倒 此时对于黑棋来说 此时想要做出第二只眼位顶一个 那是很容易的 这上面已经有后手一只眼了 但这样的话 白棋斑 黑棋土 白棋随便踢一踢 黑棋就死了 所以实际上夏成坤 为了给黑棋制造出更大的味道 他部棋退了一个 因为下部棋小剑是先手一只眼 然后瞄着这边有问题 但是很遗憾的是 冲粘的时候 如果黑棋度过 白棋有一路利的好气 这边你冲不破白棋的包围圈 所以实战呢 夏成坤往上一长 这部棋背后的意思 就是要反杀白棋这块 如果白棋度过 各位观众朋友注意啊 度过这部棋看起来很正常 其实它是一部巨大的问题手 如果白棋贸然下出 度过这一部棋的话 这盘棋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变数 可能就会颠倒过来 因为度过的时候 白棋 黑棋下一步也有妙手 就是扑在这里 这部棋是不易查决的好棋 这部棋可以说是景气的好手 白棋只有提 黑棋在提到这里的节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白棋 其实就无法收场了 如果你粘住 我接着打结 你提结我就找结 这黑棋大龙都死了 那我结材是无数的 所以这跟结材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再粘住我就挖回来 好 这黑棋找一连回来 黑棋在这之前还可以 比如这个拐总是先手吧 你必须得中间补一个 我这打吃总是先手吧 我再把这个连回来之后 这块大龙白棋就要被黑棋反杀 这是白棋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情况 所以白棋现在没有办法 去做出一些危险动作 那么此时白棋要怎么办呢 怎么样才能够阻止黑方来攻击我方大龙 最终达到杀掉黑棋的目的呢 首先第一白棋自己不能死 第二白棋不能让黑棋度过回去吧 这两个条件都是必须要满足的 对不对 那么白棋怎么办呢 这就是为什么下一步棋 默棋要立在这里的原因 他一是要阻度 二是不给黑棋攻击自己的机会 这步棋最终也成为了本局的胜仗 凭此一手 下一步棋自己白棋马上要度过 黑棋这块棋只要连不回去 这个地方呢 白棋就有足够的眼位 足够的空间做活 所以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白棋已经 黑棋在这个局部 已经没有办法冲击对方了 实际上下成分只好往外拐 白棋再贴到这里 不住这里的味道 最终留有黑棋的 就只有在中间一带的 继续的这个腾挪了 但是在这里狭小的空间 黑棋显然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反杀白棋 此时如果黑棋断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变化还是很复杂 白棋的气还是很紧 但是问题是 这种地方始终有一些 针对黑棋棋行的妙手存在 这也是黑棋所非常头疼的地方 因为这四个棋子 就已经不是棋筋了 走什么都可以了 因为这个时候只要把 你的整体大龙杀掉 就算我全死了都无所谓 所以始终有一些 这个针对于黑棋棋行的存在 这是让黑棋感到特别特别头疼的地方 如果白棋简单跳 黑棋可以挤 可以吃掉白棋 最终凭借中斧 这白棋的气体将白棋反杀 这是可以做到的 可问题是 白棋始终有针对黑棋棋行的下法 的妙手 所以黑棋在中间的冲击 起不到任何作用 最终下成这条大龙 就十分憋屈的 十分遗憾的 就以这样的方式 被白棋涂掉了 最后的结果是下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白棋从下面跳回来 跳回来之后 这边黑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发展的空间 只剩下跟白棋这条大龙对杀 但是很遗憾的是 白棋这个局部都快活了 这边打吃一粘上 这边且不说把黑棋冲击的七零八落 自己做出一只眼位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下成这样的时候 黑方大龙就被敏玉廷 以一种几乎于俗手的方式 断了生路 最后一举涂掉 栗战派的敏玉廷最终用他的 用自己的本色赢下了此局 也为这个队里拿下宝贵的一份 这就是我们第二盘棋的一个屠龙的过程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稍事休息 等会回来 来欣赏最精彩的一局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这盘对局可以说又是一场 非常惨烈的屠龙大战 这盘棋是来自维甲联赛第五轮的一场较量 由直黑的小将何宇涵 挑战廖行文 这盘棋直白一方的廖行文 在攻击黑方大龙的过程中 使用出了各种攻击战术 比如说缠绕攻击 比如说声东击西 比如说这个隔山打牛 等等等等 那么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他最终屠杀黑方大龙 有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回报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这盘棋的精彩过程 此时的局面进入中盘阶段 双方可以说是地域的划分 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 此时何宇涵的黑棋 这不起拐吃 这拿捏下面的实际价值很大 同时这边也明显的一个打断的一个问题 对于白方来说 此时比如说加一个这种不断 那很正常 但是加一个不断之后 黑棋出来起从容地跳出来 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四个棋子 其实你想吃我都很累 将来这个地方打吃挡什么的 余味还很多 总之黑棋拐吃 自然就不怕你这么简单的进攻 所以此时白棋要怎么办呢 对于此时白棋的廖新闻来说 他就施展了一招缠绕攻击的好棋 第七十二手 黑棋直接断了 白棋直接断在这里 这步棋在不断的时候 还要把黑棋分断 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那么黑棋吃 这个争子固然是不利的 但是这边由于白棋自身的棋型问题 白棋不可能跑出来 而是选择下吃 这颗棋子 刚刚下在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就被对方给提掉了 廖新闻的白棋使出了棋子战术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自然就是攻击右边黑方的这块大龙 一场攻防大战由此展开 而小将何宇涵 各位观众朋友 在我们2020年华为手机 二十大屠龙震撼瞬间的这个专题当中 我们将不止一次地看到过 看到小将何宇涵的名字 这位仁兄 可能今年要会成为我的队友 他的棋风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杀的 可能以后我们在这个 维甲联赛的过程中 会经常看到 小将何宇涵同学屠龙的身影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 回到这碗棋上 来看一看 他的黑棋是怎么去应对的 靠出之后 按理说你这个占助不断 很正常的思路吧 但是他拼命不 我这还要威胁白棋 还要威胁你呢 白棋搬过来 我再反搬腾挪 黑棋的目的 你说他是为了跑出大笼 但是我怎么看 都怎么是觉得 黑棋好像目的不止如此 还要去对白棋右边 这棵拔花产生什么影响吗 这就是黑棋的一个 刑棋的步伐 而这个时候 廖星文又一次使出了 声东击西的缠绕攻击战术 跟这个段可以说如出一辙 此时在把黑棋搬到右边的时候 廖星文打吃 什么意思呢 他首先将黑棋打中 使你这两颗棋子成为一个很难弃的部队 接下来再从这边贴出分段黑棋 对你展开缠绕攻击 这部棋是不折不扣的一个 非常高级的声东击西战术 给黑棋留下了很大的困难 此时黑棋怎么办 何宇涵一不作二不休 先把你这拐石死再说 让你损进来再说 至于大龙的生死 你来杀我来试试看吧 总之非常的狠 那么一场 关于大龙生死的战役 就由此展开 白棋立下 破坏黑棋眼位 黑棋再往外出头 同时试图跟上面展开联络 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由于这边又搬了长 直接被断开了 黑棋需要去不断 在这里小尖一个 棋型看起来很优雅 然后白棋再拐 马上就要搂包你 又很难受 何宇涵干脆一不作二不休 这个也要拐回来 他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你只要拐我就在虎 你只要拐我就在贴 我顺势我两块棋达到联络 然后你的攻击就失败了 所以中间这个 这个是没有断点的 这你现在断不开我 因为你打吃 冲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 自己的白棋依然切个断 这个断点始终客观存在 白棋拿黑棋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说下场这样的时候 何宇涵的黑棋 他的目的是 我不但要活 我还要不带任何损失的 甚至要让你损进来 我再把大龙做活 非常的狠 他甚至可以说是 无视了廖邢文两次 声东击西的缠绕战术 那这白棋还能怎么办 白棋连续弃子的两个地方 就是为了攻击你大龙 结果你一毛不拔 作为白棋来说 如果不对线攻击的收获的话 那这盘棋不是就彻底的 就太夸张了 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然后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此时 第三次缠绕攻击的战术 由此展开 廖邢文第94手 就在这里尖 尖断黑方上下两块的联络 这边马上要拐死了 所以把黑棋只有贴 然后白棋再断 这不起就彻底把黑棋断开了 同时还瞄着下一个断点 黑棋又不得不防 所以说第97手 何宇涵又把这个退回来了 他的意思就是一毛不拔 反正我哪块鞋我都不会死 反正我先把你这个拿下 先把你这个拿下 再把你这个拿下 我这边形成大空 这边形成大空 再把大龙连回来 我看你怎么着 那么三次的缠绕攻击 战术之后 廖邢文终于下出了杀招 而此时他的屠龙的目标 由右边这块大龙 转向了左上 这块黑棋成为了他的猎物 当第98手棋 黑白棋二路点杀的时候 这块棋的黑棋 已经没有坐眼的空间了 你再坐眼这个地方 怎么着 然后你也不可能形成两只眼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当下到这里的时候 看起来白方的缠绕攻击 屠龙战术 可谓是一举成功 拿下了这条大龙 接下来呢 黑宇恒 只能继续顽抗 在这里团 他的目的是团完之后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跳的先手一坐眼 我可能就会坐活了 这是他的目的 但是这个时候的团 怎么可能是先手呢 廖学文把这个拉回来 你在跳我在冲 只要这个地方 我确保你没有两只眼 你就死了 这就是实战的下方 黑棋没有任何坐眼的空间 只能去反角白棋 尝到这里的时候 廖学文也杀得兴起 直接挡在这里全杀 非常狠 白棋反变的时候 白棋在直倒黄龙 直接点在黑方眼形的要害 这步棋点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局部无论怎么办 无论形成怎样的结果 说实在的 黑棋能有一只眼就不错了 因为白棋如果这个小尖先手的话 这一打吃 这个明显的是 一只眼都没有的一个状态 所以黑棋的大龙 早就已经一命无乎 而问题呢 也就产生 当黑棋管下之后 现在白棋只需要做到一点 就可以涂龙成功 那么就是将自己的左右两边 全部安稳地做活 黑棋自己就死了 所以廖学文就简单地打吃 然后呢 收气 它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做活 感觉你也没有几口气 我的目的是 简单地把你杀掉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说让黑棋粘住的话 这种坐眼之后靠过来等等 可能还有一些余味 所以说干脆就直接断死你 得了 你这气都没有了 还怎么跟我站 这就是实战黑棋的一个结果 让黑棋管下来 把他去搬 脚上没有任何问题 就看外边了 黑方的大龙 现在真的是一只眼都没有 在一个状态 已经完全地死在里面 甚至连气都没有多少 全部打掉都是先手 这一段 这气一二三四五 能有五口气就不错了 这是黑棋现在大龙的情况 关键的是 当黑棋靠在这里 原本还有一丝机会 发现白棋冲在这边都是先手 因为这条大龙一断 这边死了也不行 还得粘 当白棋断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白棋这边 凭借黑棋自身的破绽 一举作活的话 那么黑棋就全部被白棋吃掉 最终的结果就像这样 当第126首白棋贴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的大龙 如果说跟白棋外围 没有办法杀戏的话 黑棋的大龙就已经彻底全部阵亡 这就是黑方何宇涵 此时所面临的情况 廖学文三次的缠绕攻击战术 下到这里的时候 可谓是大获成功 一举前获黑方 超级大龙 但是真正的故事 由此展开 第127首 黑棋喉出来 白棋顶 继续借用黑棋的这个形状 去不断地扩大眼位 黑棋呢 就避棋攻于一 只有去强杀 白棋打吃 贴回来 黑棋在搬过 放白棋到自己的阵营当中 这是此时小将何宇涵 唯一能做的事情 那么白棋就进来了 就怎么看也不像这块棋的白棋 会被杀掉的样子 而且我们还考虑到 一个黑方的气还特别短的情况下 这个断打吃一粘住 这边 一二三 四口气 这只要白棋断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这边只有四口气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紧的一个状态 然后白棋的头已经伸到脚上来了 现在是下场这样一个局面 黑棋只能强行的靠住 白棋就再把这几下简单的打掉 扑掉 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 黑棋全部的子力都坨成一大坨 狼狈不堪 非常不堪的事情 然后白棋再打吃在这里 在黑顶 但是没想到的是 变数出现了 从后来看 白棋此时打在这招棋 可能是一招不经意的败招 这一步棋出手之后 白棋的气自己撞击了 而接下来 就给黑棋一个反杀的机会 那么这就是第147首 黑方的点入 从这部棋开始 棋盘上就犹如风云突变一般 突然间由白棋追杀黑方的大龙 现在变成了 黑棋要反杀白棋大龙 就从这部棋开始 第147首 黑棋在绝望之中下出杀招 白棋只能粘上 黑棋再挡回来 两块大龙形成了杀棋 白棋这一箱子断 又是局部利用的好棋 白方利用黑方 这里一带的问题和保卫 可以说是 使出浑身卸出 各种滚包 然后再扭断 得到粘的先手等等 这一条白棋的长柜已经伸到这里了 甚至还得到了一个先手 这棋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 黑棋能跟白棋杀棋的样子 廖行人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这简单的一挡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刚刚所讲 黑棋被断到这里的时候 这只有四口棋 黑棋就真的只有 这边只有四口棋 那白棋这边只要做出 哪怕一只先手眼 再回来一断 凭借着弓器 黑棋都不可能杀得赢白棋 所以这是此时的一个局面 如果黑棋简单地沾上 白棋就立下 你再搬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别的脑 别的都已经不需要动了 只能走到这里一段 就已经死了 我就算沾上 我就算沾上 让你做出一只眼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只大眼 而黑棋只做出一只小眼 下成这样之后 黑棋这边有1 2 3 4 5 6 7 七口棋 白棋这边是四棋 然后1 2 3 这个地方 假设算你沾成这个样子 1 2 3 4 5 6 7 七口棋 也就是说 就算是我 就是不动脑 我就沾上的话 我在锦棋 也是一个白棋快一棋的局面 其实快一棋 对于职业高手来说 那跟必胜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就像这样的时候 黑棋大龙就全部被白棋杀掉了 这就是现实的情况 当白棋上边二路挡在这里的时候 似乎 廖新闻的缠绕攻击 杀大龙战术已经大获成功 一条长龙 被白棋伸到黑方空里 直接这样杀掉了 但是最终这部指导黄龙的棋子 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155首 在绝望之下 何宇涵同学下出了这部顽强的一路班 最终这部棋 命本局 出现了变数 白方只好打劫 这是一个 从局部来看 像是一个黑棋的赖皮截 但是呢 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只要出现打劫 黑棋就有了生路 现在把黑棋立在这里 如果白棋想要去作活自己的话 那肯定还是没问题 但这样的话 黑棋就得到搬过 得到搬过之后 之前黑棋这边得到的利益 这边得到的利益 全部兑先 白棋杀龙失败 自然也就 本局自然也就失利了 所以说白棋没有办法 白棋只有去杀龙 所以说实战的白棋只有去阻断 黑棋提 白棋打赤 突然之间局面出现了一个打劫的变化 黑棋怪 黑棋此时也没有其他解采 只有撞气的解采 因为走全局 其他地方肯定都不是解采 这可太大了 那么黑棋现在想要找不损的解采 也很难了 这招棋呢 其实它本身来说是损一口气的 但是无奈之下 黑棋也只好如此 要白棋再打赤 黑棋提 白棋再提 由于现在白棋有眼味 黑棋依然是非常非常累的状态 而且黑棋这个时候再被一断的时候 这边真的是气就特别特别紧了 黑棋只能继续顽抗 继续往前冲 又撞一气 白棋收货 白棋拿下 但是这部党 从后来看 可能会是成为白棋本局的一个痛恨的选择 从后来看 白棋此时可能应该单断 先断这个 这个时候黑棋是不可能杀的 杀的话 白棋紧这口气 黑棋是死掉的 黑棋这边只有三气 白棋有四气 如果黑棋只有冲这个 白棋再挡回来 这边的气就会 差一口气 实际上的结果是白棋单挡 它这部棋 廖星文的意思是 我挡到这里之后呢 你只要敢铺这个 我就沾上 你提这里 我是一个刀把我大眼 我再断 再打持跟你收气 这个局部是黑棋要 这是慢几气 一二三三气 这黑棋是要慢两气的状态 黑棋气总是杀不过我的 因为这边你就没有气了 我这里边是一个刀把我的气 你跟我肯定没有办法杀 所以说我挡住 我紧你一口气 从而为这边赢得更多的生计 但没想到的是 当第173黑棋站到这里的时候 完了 这个脚上的白棋 居然自己还要再补一手 因为这里一扑 直接出气了 所以最终这个挡住成为了 可能说令廖星文感到痛恨的败招 所以如果他断在这里 哪怕断一下 再补回来都已经好多了 都比实际要好很多 实际上挡在这里 被黑棋一沾 好 这边刚刚我们讲 黑棋最惨的情况可能只有四棋 然后黑棋撞了一口气 撞了一口气 发现现在一二三四五六六棋 白棋无奈只能不回去 然后当黑棋提到这里的时候 一切发生了变化 此时对于白棋来说 全面其他地方就没有任何的结材 黑棋甚至还有一面结材 然后此时白棋 如果说是打尸 那黑棋就提掉 白棋提 黑棋扑 这个总是结材 白棋只有提掉 黑棋再提 白棋全盘还是没有结 如果白棋立下 黑棋就沾上 白棋走这里 黑棋就入进来 白棋大龙 在自己已经濒临决定的情况下 依靠一路连爬 大家看一路黑棋爬了多少个棋子 一路连爬了这么多棋子 最后让白棋进入到自己的阵营当中 然后再把白棋杀掉 最后凭借自己 实在是 就是长长的尾巴 长长的气 最后 最后 实现了对白棋的反杀 最终的结果 第177时候 站到这里的时候 一切尘埃落定 尽管最后这块棋死了 可是这块棋的长度 比这个可长太多了 所以尽管白棋最终找到了 但是这个杰材 从全局来看 实在不像是 一枚像样的结材 当实战下上这里的时候 一切尘埃落定 白方的 捕杀黑方的大龙 最终被黑方反杀 从而廖新闻只好 十分无奈的 只好十分憋屈的 接受了本局的失败 这就是这盘棋的过程 这盘棋的过程 从战略上看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战略上讲 那白棋是大获成功 这一招棋的 这个声东击西 这招棋的声东击西 两次声东击西的战斗 都成功了 使得黑棋这条大龙 是越来越危险 最后第三次的缠绕攻击 把黑方大龙断掉 并且得到先手 点到二路 对黑棋进行杀戮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后更加顽强的一方 凭借一路连爬 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这盘棋的一个结果 竞技场上的确是 每一步棋都很艰难 好了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 这一期节目的三盘对局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继续二十大屠龙精彩瞬间